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死女人又走哪儿去了 童鸡们多久了还不肯远方 你现在赶出门的信局 你还以为自己是普通家的天津呢 你是父亲我怎么样 你赶过来我自己离开 姐姐 姐姐 是我 童韵 没事了 姐姐 爹爹已经被我收服了 他让我来接你回家 爹爹终于相信我是清白的了 没事了 姐姐 童韵 没事了 童韵 你在哪儿 我们赶紧跑吧 快 走 不行 不行 童韵 他们马上追上来了 快些 我跑不到 救命啊 救命啊 帮我出去 救命啊 娘子 有危险 快跟我回去 你这个禽兽 我死也不会跟你圆房的 娘子 你误会我 姐姐 爽云 我们走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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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永远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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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命 永远 为什么 我是你姐姐 你是我姐姐 是从出生以来 就拥有一切宠爱的嫡女 是我告诉爹爹 你和裴景衡有染吧 只要你被赶出家门 爹爹就只有我 把他们都扔进棺材里 李青木还活着 这是我们成亲的那天 我重生了 娘子 好好 我不碰你 我去外面睡 老天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世 我不会再离开你 娘子 你不是不愿意嫁给我吗 她们都在传 我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你信吗 那正好 她们都是我色胆包天 咱们俩 岂不是天生一定 温暴 这么看 相果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妈 我要回去了 我怕姐姐你不习惯干粗活 特意留了个下人给你使唤 龙月妹妹 不要嫁给她 跟我走吧 好啊 看来那些说你水系洋化的传言都是真的 不是 打魂第一天就把野男人带到家里来了 不是的 我 住嘴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女儿 从今以后我旁奖没你这个人 看来 上一世双月把裴景衡留在这里 也是他故意设下的圈套 这个男人一无是处 家徒四壁 我一想到姐姐要跟这种废物受一辈子苦 我真是替姐姐不值 要是能嫁给景衡哥哥就好了 姐姐 我给你个惊喜 你快跟我来 景衡哥哥就在屋里 姐姐 姐姐 来人啊 起火啦 姐姐 屋里有人 快救人 双月 你竟如此不知廉耻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爹爹 你听我解释啊 爹爹 是姐姐 她想和裴景衡偷情 然后把我关在柴房里的 你也知道 姐姐和裴景衡从小青梅竹马 早见我勾结了 你说话呀你 我 确实是来见龙月的 龙月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明明是他们二人偷情 却拿我当托词 你 岳父大人 刚才龙月一直和我在一起 根本没聚过柴房 爹爹 你听见了吗 你闭嘴 要不是你之前不检点 被你妹妹发现 我也不会把你嫁到这儿来 如今你妹妹也被你带到 这般不要脸 我 狂不疼 这是您的家务事 请您回去处理 李清牧 谁给你的胆子 既然你不想认龙月 那她以后就不是你的女儿 只是我李清牧的娘子 世上没人能欺负我的娘子 即使是你 也不行 玲珑桃子安红豆 若骨相思之不知 龙月 滚出来 大清早就卧在房里偷懒 院子这么脏 你看不见吗 知道了 马上就来 快点 小虎 你把画给我放下来 喂 这孩子真是小屁啊 骞死我是不是 二嫂 你也不管管她 我送给小虎的货 你留一张货纸而已 你大虎想叫什么呀 好啊 你只管生不管养是吧 今天我就替你来收拾收 这个小赌崽子 你走开 你别碰我这小虎 娘 你今天那说的是什么话 贱丫头 没大没小 给你二嫂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是她把我的话给撕了 我又没做错 生母 你看啊 齐木 你看她 无法无天了 你管不管 娘管教的事 我带娘子向二嫂道歉 你 李齐木 你看她这脾气大的 这才刚进门 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这过几年 岂不是要骑在你头上了 二嫂消消气 我会好好管教她的 这还差不多 小虎 吃糖 酒散了 酒散了 你个小崽子 你牵奏是不是 小虎力气真大 了不起 小虎力气真大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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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你这是干嘛呀 你去死 你去死 我娘说你就是个老不死的 娘 娘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都给我滚出去 你走 发开 娘 我跟你们说 李家那个新媳妇是个恶婆娘 成天欺负婆婆 敬给她生饭生菜吃 李家那个新媳妇 听说是恶婆娘转世 把她婆婆饿死了 把婆婆饿死不说 还敢埋了呢 你了不起了 就你小心灵通 那是 了不得了 这是要埋了 不行 我得告诉她赵婶去 告诉她赵婶什么 太随婶 有什么新鲜事 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我呀 满大街的人都知道说 你埋了你婆婆 要不你在院子里挖坑干什么 笑话 你传鸟也就算了 还有脸来质问我 这可是我自己家的院子 我挖坑种花怎么了我 你怎么说话没打没笑 真不懂礼貌 我好好用你问话 你张嘴就骂 不懂礼貌 那是你还是我啊 楼月 你怎么和崔婶说话呢 臭什么呢 啊崔婶 你别跟她一般计较 我今天还就计较了 我告诉你们 钱 我不借了 我看你家儿子 还怎么进去赶口 你怎么能出耳反耳呢 过去她来要 站在找上门来 可怎么办呀 那是你们家的事 不是 崔婶 崔婶 你心情好 赵家可是出了名的地痞流氓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你是之前 现在不是有了这个温神吗 你个死老太婆 我是温神 我要是温神 我第一个就把你带走 笑呀 你干嘛 我一会儿是个好人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让开 清末你媳妇太没礼貌了 真是崔婶啊 我差点不敢认了 您这几天不见 怎么又年轻了 您别和她一般见识 前几天我就说她了 欺眼太小了 您家崔婶有才有貌 那是天生的 那是天生的 你嫉妒得来吗 还是情不了解婶子 不是吧 幸福你难道不觉得 她长得有点像 我挂了吗 大崔婶 你消消气啊 我把她赶出去 行不行 你先把她赶走再说 少在这说大话 区区一个零线补托的女儿 她那个爹还不待见她 我有什么不敢的 真有意的 明天我把秦目指开 然后我就把这个扫把星赶出去 都几点了还不去做 就不得了了 刚进门就打起嫂子来了 这是又怎么了 反了你了 今天打嫂子 明天还不收房子 我 我 我们李家要不起你这种女人 给我滚出去 满大力 别找了 秦目一大早就去零县救公家探病了 她帮不了你的 早饭煮得这么烫 我看你是存心要害娘 对不起娘 我下次一定放凉了再端给你 能不能别赶我走啊 你搞清楚 这是李家不是你家 对不起 娘 龙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别动 放下 放下 这是李家不是我家 我自己走 这次我不仅不会吃亏 还要过得逍遥自在 娘 真是奇了怪 这几天家里怎么老吃东西啊 好吃的我什么都没吃着 一转眼就没了 是啊 这连谈子里你讲多少啊 我回了 是不是遭贼了 你去四处看看 我回了 你去四处看看 什么也没有啊 你去四处看看 难道是被野猫叼走的 难道是被野猫叼走的 哪来的贼人 陈兰花 你认识我啊 没错 我就是李青木即将过门的正妻 陈兰花 还不滚出去 还不滚出去 要不是青木非要娶你 根本就轮不到你踏进李家的门 你来的正好 我正好有一笔账要给你算呢 什么 装什么装啊 赶紧从我的床上滚下来 你的床 兰花才是我选定的儿媳妇 舅公好不容易给了几个钱 青木全拿走给你买药去了 你说你是不是撒不香 赶紧滚出李家 算了 我这个人呢天生心善 我看你就留下做个使唤丫头吧 本小姐有点口渴了 愣着干吗 还不倒茶 废物 连派我茶都不会吗 你怎么回事你 要不亏损的钱还没还上吧 我爹啊 已经把帮女婿还债的钱都准备好了 可惜啊 青木没能做成他女婿 不然上京港考的钱也不愁了 那这么说的话 青木宁愿背着债都不愿意娶你 这是为什么呀 庞龙月 我本想留下你做个丫鬟的 你可别逼我把你赶出去睡大街 好好好 别生气 别生气 我给你闹杯茶 来 这还差不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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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拿吻 你就是故意的 我再给你倒一杯就是了嘛 快点 我什么我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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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躺在衣柜里吃喝玩乐 被我发现都欺负我 谁 我 我都已经把你赶出家门了 你还要脸回来 这个家 除了青木 没有人有资格赶我走 死丫头 好啊 我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资格 你 哎呀 你这个不孝子 你要是再想着他 你就不是我儿子 我听娘的 这就修了龙月娶兰花 真的 相公 真的 还是兰花好 哎呀 你总算是开窍了 臣家如此慷慨 我们也不能大骂了兰花 兰花要配丫鬟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吧 我要求不搞 两个丫鬟就行 咱家可请不起丫鬟 这以后丫鬟的活 就得麻烦二嫂和娘了 我 娘这一把年纪了 怎么干活呀 二嫂放心 娘只是打个下手 主要的活 还是你来干 不是 娘 这大小姐 咱们可自我不起啊 娘那你说 这兰花好还是龙月好 龙 龙月好 娘 那实在不行 我就要帮龙月一个丫花吗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龙月是我的娘子 你们既是太善 如今咱家这债 要怎么还呀 还有一个月就要可考了 家里的债都还不上 更别说你进京赶考的盘缠了 听说你妹妹跟着夫家 在集市上开了间药铺 生意很好 要不 你去找她接点 夫家 龙霜月和裴景衡 在咱家闹出那档子事 不嫁她 还嫁谁呀 月我们找她找她 明天我就和青木一起去市集 帮她一起赚钱 要是赚不到呢 赚不到 赚不到我们就不回来了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小姐姐 要不要来点药啊 大哥 买点药吧 我们新挖的 买一点吧 娘子辛苦了 潇潇汗 只有很多人看着了 好 这样就没人看到了 滚出去 没钱买什么药 给我滚 不会啊 我忘记带钱袋了 现在病人病情危急 我先舍着 一会儿就把钱送来好吧 这不是神医里郎中吗 上一世他刚来清水县 对啊 就治好了张献霖 你一身大臣 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要是不给钱 我就把那腿打断 住手 我不是骗子 姐姐 好久不见 她欠你们多少钱 你有钱吗 不就是石壶吗 我们也有 要是招机救人 先拿回用吧 姐夫真大方啊 要不是我听说 你们家欠了不少钱 我还真以为 你们日子过得不错呢 你过得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啊 我们过得很好 还在嘴硬 那就祝姐姐 生意兴隆了 多谢二位正义相助 带我回去治好病人 就把钱送来 瞧瞧瞧 看一看啊 上好的药材 大哥 你看一下 骗子 那吃了你五的药 伤土狭歇的 人都快没脸 怎么可能 我们都没有开张 大家快来看啊 这个人卖了嫁药 还不成人 总是你卖给恶丁月 不说八道 你吃的假药 还如此中气十足 看来我们家这是神药啊 你 你 你胡舍把刀 我可以证明 张县令吃了他们的药 病情好转 他们的药 货真价实 倒是你 为什么要栽赃陷害 这不是神医李兰州吗 李兰州 李兰州 就是他呀 我见过他 你就是他呀 不要不要他 不要不要他 不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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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不是抬队吧 没用的东西 别洗啊 都有 你去给赵白斗送个信 谢谢大家捧场 就说 我要见他 二嫂 那可都是我们昨天 好不容易赚的钱 而且都是我们的本金 你怎么能随便拿走啊 我娘家人生病了急用钱 难道赚钱比人命还重要 可是我们昨天真的很不容易 才赚到那些钱的 你能不能替我们着想一点 看病要紧 二嫂不必照就还钱 过不了几天 我连本带利的全部还给你们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 青木 你看看你给他惯的 我骗你们干什么 怎么说话的嘛 我的钱 那是我所有的机具啊 狗地嘴 谁让你信了那群耍家卖华的江湖骗子啊 做什么发财的美梦 还有 你居然还敢骗青木的钱 说给娘家人治病 我看病得不轻的人是你 好好反思吧 不在这儿 请带了吗 带了带了 没有人跟踪你吧 当然 我多谨慎呢 那这两个人是谁啊 你个死呆子 连本姑娘都不认识啊 本姑娘 江湖人称 茶叶小学风 龙游你干嘛 把东西还我 你找揍事吧 你个死骗子 装得倒是挺像 骗子 我可是带刀 侍尾 要不能拿到那么好的供查 带刀侍尾 还供查呢 这就是一堆破书业 侍尾 想不到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 还是被你们找到了 对 那些人都是我杀的 对 大哥 我瞎说的 我不是侍尾 我就是个江湖骗子 什么 反正都杀了那么多了 我不在乎多杀一个 给给给给给 你饶了我 我什么也听不见 我体力不好 我告诉你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报关了 对吧 你死骗子 站住 别跑 别跑 不好了 不好了 赵白斗那恶霸 来讨债了 让人来 让人来 让人去 让人去 你怎么还不跑啊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的职业 让开 赵白斗赵大爷你们不认识吗 当然认识了 爸 你们 没事吗 这不是龙月吗 这么着急 去哪儿啊 要 着急去回野男人 你无耻 装什么装 全清水线 都知道你司通野男人 你出来了 就这样啊 他 放开我 王陆月 他是谁 谁要是哪个野男人 爷您果然威名在外 低调 低调 拿来吗 什么 装傻是吧 保护费啊 行啊你 怎么样 够了吧 还行吧 这个 就当我给你的药费了 你 你可打我 就是你抢了我们家药材 对吧 你再敢碰我一下 我 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我倒要看看 别客气 兄弟们 还准人吗 还给我上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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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要不是你打了赵白斗 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么怂 原来赵白斗也没那么可怕 是吧 日后我跟我相公出来摆摊卖药 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情有此理 哥一定帮你出这口气 哥 我 我不是要你给我出气 我 我 我是想娶蓬龙月 你脑子是不是被他打坏了 他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夫 他不饿我还不要呢 我要是娶了他 以后在这清水线可以横着走了 你小子够机灵啊 想娶的话 就直接去抢人呗 容月小姐 看这个架势 但是 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喜欢我吧 我 我就是喜欢你怎么了 我还要娶你呢 是不是 嫁给他 嫁给他 你要是实相的话 就痛痛快快跟我回去 不然 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药摊子 实不相瞒 李青木 他早就想把我修了 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 他们家真的太穷了 这么看来 好像嫁给你也不错嘛 真的啊 那走走走 快上去吧 别着急别着急 你先把药材还给我 而且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啊 亲自去容月小姐家里 把药材送回去 好嘞 容月小姐 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说 好 你先 用这个轿子抬着我 围着这个市集 转两圈 而且 你要当众说你喜欢我 这毕竟 我们才打过架 我害怕日后别人嚼舌根 说我强迫你娶我 那没问题 没问题啊 行 那我就回去 换上嫁衣了 好 好 父老乡亲们 今天 我们欢聚在这里 是因为我赵白斗 就要成亲了 亲娘子 绝对是大家 意想不到的人 不过 请大家 相信 她绝对没有强迫我 这一切 都是我自愿的 我是真心 真心的 喜欢她 咋回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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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娶的不是她 还可以男的结婚吗 刚才你不是说真心喜欢她吗 想不到清水现衣吧 还有这个爱好 我 咋回声了 我 咋回声了 你个废物 你个废物 哥 你 你有什么法子 替我教训她们吗 我没有 不过她有法子 是啊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明天 她一定会被李家 扫地出门 赵姑娘 回家吃饭 赵姑娘 回家吃饭 救命啊 赵姑娘 这鱼怎么越下越大呀 这 这姑娘 怎么可能啊 你看不见吗 看不见 你们今天 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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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秒张天使说 彭容月是被妖孽附身了 张天使不是早就不在彭容庙了吗 一定是有人谣喘 不除掉杨孽 我们全村人都得跟着办白事 那您想怎么除掉她 先把她修了 再把她赶出去 外面自有高人兽她 赶出去 赶出去 对对 琴木啊 被妖孽附身 可是会欣然阳气的 杨真一把年纪了 可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好 那我就邀请大家来看我除妖 好啊 好啊 你看我就是庞翁 太灰气了 你快把他赶出去 你快把他赶出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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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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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龙月怎么还没回来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不敢回来 毕竟张天师 威名在外 你要去哪儿 我去接她 不行 谁知道你是不是去通风报信的 翠婶 我每天和她同床共枕 多少野染了些晦气 万一传染给您 您 您可别怪我呀 你 你别过来 你别走啊你 别走啊 干什么去 那 那个是龙月吧 水娘 水娘 别啊 鬼啊 小虎别怕 来跑跑这儿 水娘 相公 我回来了 小虎 你干什么呀 小虎 小虎 他们呀 他们再比谁跑得快 这这血 只是恶鬼险身了 血 这个衣服它掉色 你看 你狡辩你 不打死你 全村人都要遭殃的 快来人 来人 来人 打死他 打死他 你们说妖孽会欺人阳气 若是我给他吸了却没事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他不是咬你 你 你拿什么证明 我当然能证明 我蛇行 你啊 我蛇行 你啊 我蛇行 你啊 下好了 来来来 大家快来看啊 天师指定 屈病消灾 真的假的 你该猜上你了 你该猜上你了 当然了 给我来一盏 我也要我也要 来来 没人都快啊 大家别起 慢慢来 大家都有 大家别被他骗了 啊 张天师 怎么会把驱邪符 送给他呢 清水仙的人可都知道 我被妖孽覆了身 要不是张天师的话 我怎么可能好起来 姐姐真了不起 撒谎 点都不单红的 妹妹 你怎么知道我撒了谎 我看这谣 就是你造的吧 姐姐 你这么说 我太伤心了 我怎么会害你呢 你就别装了 我都已经找人打听过了 就是你 借着赵家兄弟的嘴 传我的谣 我今天 当着所有人的面 还就告诉你了 我非要把李家的药铺 开起来 我还要抢走 你们家的生意 姐姐口气可真不小 那我们就 走着瞧 大家瞧瞧看一看来 玄纪大师指定平安府 先到先得 买一包药 送三个来 看一看啊 我们李家今天也有活动 今天但凡在我们李家买药的新人 接客赠送严年一手包一份 咱是在陪式药铺 买药的 赠送寿比南山药材包 三份外加肉包子一个 谁要你们家肉包子啊 谁要你的破药材啊 你家才是破药材 你把这种包一份 好了好了 娘子谢谢 来来来 喝点水 对不起啊 相公 对不起 没事 简直冒兽攀安 太好看了吧 来来来来 上 娘子 正好啊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您就是李家铺子的活招牌 拿好 我倒要看到这次怎么学武 原来娘子这是要顾啊 怎么付宫材 剩下的回家再付给你 行吧 快来我们家买药 今天买一赠一 来来来 快来看一下 那是给我一起啊 你这也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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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可不得了 你这也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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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判个队 我刚从林仙买了药材回来 方便的话 咱们可以续续救 不方便 你别扫我 你以前一直都喜欢我 谁让我以前演瞎呢 你让开 你恨我吗 陷害你的计划 我不恨你 再说了 你也得到了 你相应的惩罚了呀 惩罚 你娶的可是 庞双月呀 不许莫 都说了 继续看不许莫 你让开 裴景豪 怎么不聊了 继续聊啊 我看你俩聊得挺热乎的 你 娘子 你还知道我是你娘子啊 她庞龙月 都骑到我脖子上来了 你倒好 回来第一件事 竟然是找她聊天 你知道我这几天 操制这铺子 有多辛苦吗 我也不想这么辛苦 勉强维持就很好了 是你总是说 要赚大钱的 你这个 你这个 兇无大支的废物 姐夫 双月 有事吗 姐夫 不知道 我是不是想多了 我觉得 姐姐好像不太喜欢我 你想多了 她是你姐姐 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姐夫有所不知 其实 我知道姐姐 为什么不喜欢我 因为 因为我 我喜欢姐夫啊 姐夫这么会做生意 能不能 来教教我呀 我刚才话没说完 你姐姐喜欢你 是我不喜欢你 养生春风 吹满地 咱家药材真争气 言年益寿补身体 别加拳头不咋地 别拉住我 陪氏药铺 从今天开始 所有药材 一律 买一送十 你怎么不行 这样赔钱的 我们家送二十 陪氏药铺 陪氏药铺 买一送三十 四十 全部白送 干半夏宝 买回他们家 他们的白送 别去吧你 等一下 别别别 等一下 我不是那个阴森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唐双月 你毁了我们家药铺 别抢 别抢 唐双月 你好狠毒 唐双月 你平日李传谣 破坏我们家生意 也就算了 那你竟然做了 你最不该做的事 我做了什么事 你居然勾引我相公 我 我没有 我又没成功 唐双月 你就别装了 你最不能 你最不瘪的 我会做的 你 variety 才不愧 唐楼蝉 都不愧 一眼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不是 真忙啊 如今裴家药房倒闭 咱家药部重开 实话实说 你赚了多少 自从盘下陪家的铺子 赚的钱啊 全赔进去了 你少跟我哭穷 咱家的杂活全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了 不分我 说得过去吗 是想分钱啊 可以啊 真打 那你去铺子里帮忙就有钱赚了 说到底 你就是想让我跟更多的伙 是娘让你来的吧 是我让她问的 怎么了 娘 你到时候听青木给你解释吧 你还好意思说 青木都让你带坏了 我儿子媳妇负了 却不知道小姐我就是做娘的呀 我现在就是个笑话 全罪人的笑话 我 有人吗 有人在吗 大牛 你来干吗 这不端午了吗 我来看 我们 顾思母 我安好些 就是 你就是庞隆岳吧 你是谁啊 当年李家盖房子 我爹可是出了大力气 这理所应当的 这房子有我一半 你要不想给也行 折成现钱 我们家欠了这么多外债 哪有钱给你啊 那我不管 不给就别怪我 娘 小心 怎么 你们赚了那么多钱 还想赖账 赚了赚钱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 反正今天要是五块钱 我就把你家房子拔了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 给你 怎么 黄月 这够了吧 不够 这哪够啊 这么多年的租金我还没收呢 下次我再来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青木 快抢了咱家的钱 黄公 我揍你啊 别大牛哥 我害怕 好你 相公 这个也给你 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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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闭嘴 你以后要是再敢骂龙月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走 来 歇一会儿 喝点茶水 谢谢你 听说了吗 官府来抓人了 抓谁啊 大牛 大牛 听说是被人告去俄罗署 人葬聚火被抓走了 太好了 青木回来了 你看见大牛的热闹没有 当然看见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要是搞不到钱到时候丢人的是你 我一定让庞龙月把钱吐出来 这是我爹留下来的传家宝 你赔我 娘 你讲不讲道理啊 这明明是你自己抓上来的 你还赖我 娘 你明明理 你没伤着吧 娘 我没事 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 娘 我还不知道你 你整天谎话连篇的 这花壁什么来路我还不知道 几个铜板的祸色 你还想讹人 相公 我来找你了 我多怕 咱们去看看吧 娘 没事的 咱们还是进去看看 娘 没事的 你就放心吧 她死不了 死不了 要不是上一世 二嫂也为了骗钱玩过这一手 可能还真会被她骗你 你们好会被人 好像没事了 龙月 你怎么知道的 她上吊前 就跟她绳子做了手脚了 姐 怎么有空来咱们家的 我当然是会来看我的好妹妹啊 你生怎么哭了 没 我没哭 姐 过来过来过来 你来了 听说你们家发了 找谁啊 我还未来能沾点光明 二嫂的姐姐 对 她婆家比咱们家妇女 这日子过来 所以总是欺负二嫂 把她都不怎么走动了 但是听说咱家要不重开了才来的 原来二嫂要钱是为了面子啊 今天咱就给二嫂秤上面子吧 好 看我吧 二嫂 你怎么能亲自干活呢 得亏你把那笨手笨脚的丫鬟赶走了 不过呢 我和秦木给你请了个新丫鬟 明天就到 对吧 对 新丫鬟 你还使上丫鬟了 二嫂 我知道你们姐妹巨丝不容易 但是铺子里的事 还等着您去定夺呢 你还管上账了 其实是管账了 现在整个铺子都给二嫂管了 那你那么有钱 你干嘛穿个破衣裂摔的 小心小心 这个 可是我们从江南特地用过来的布料 姐姐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你这么老土的嘛 我当然认识了 我跟我好妹妹开个玩笑 行 看你挂得好我就放心了 我先走了 快走快走 不送了 拜拜 不送了 别走 多吃点 谢谢 来 一块红烧肉 不用了二嫂 我吃的够多了 听你嫂子的 多吃 娘 那我呢 你没手啊 自己夹 来 来来来 再一块 来相公 吃块肉 还是娘子对我好 娘 给我做纸鸢 做什么纸鸢 快吃饭 我不吃 相公 你看 嗯 可考的时日到了 我不打算好了 我觉得在家里开铺子挺好的 那怎么能行呢 我相公就是当副相的命 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 不怕我伤心 当然不怕了 因为到时候呢 我要跟你一起去 相公 我们终于快到京城了 娘子一路辛苦了 你的东西 这人好奇怪啊 小心 这 我可是不住家的人 老婆老婆你都不会公化 公子 公子 你这个小丫鬟居然敢对本公子动手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做的官府去 住手 那公子对我动手该怎么算 我 我不是想看看你这个准妹夫 够不够格保护我妹妹吗 妹夫 妹夫 不是我说处一致啊 你还真把我给忘了 我 是齐景玉 虽然上次见你 虽然上次见你也是十年前 但是 你这块随身带着的玉佩 我可还记得 这可是我爹 交给准妹夫的信物 齐 齐景玉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科考了八次都没考上的废物公子啊 本公子第八才没考呢 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做完我还敢揍我 齐公子 就算他是丫鬟 也是我楚家的人 难不成齐公子一见面 就要给我楚家一个下马呗 既然妹夫听你说情 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暂时放你一忙 赶紧给我回去 相公 为何承认自己是楚家少爷啊 那子 齐家少爷生性跋扈 雅自比报 我若告诉他我不是楚玉芝 他定不会轻饶你 爹 爹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楚玉芝 楚公子 来客人了 丞相大人 生熟了不是 还不改口叫岳夫 十几年未见 岳伐一表人才 不愧是楚将军的儿子 爹让我带他向您问好 好 我跟你爹可商量好了 两边都得办喜事 先在我们这边 快叫巧颜过来 见见他未来的夫婿 爹 那我先回去了 去吧 来来来 过来坐 小妖子 骗子 你还站在这里干嘛呢 那院人手不够了 赶紧去干活 张嬷嬷 公子 好好给她 安排点活干 没问题 去 我是楚少爷的天生妖怪 我做不了这些的 别废话 进了我们相府 就得守相府的规矩 赶紧刷 相公 你累了吧 我们走吧 站住 你去哪儿 我是楚少爷的贴身丫鬟 自然要去找楚少爷了 楚少爷真跟小姐在一起呢 哪轮到你去叨壤 刷你的分头 刷那么干净 那你就拿回去当晚用得了你 你敢跟我顶嘴 你 拉你 楚少爷 这丫头目中无人 我再提您管教她 张嬷嬷管教的是 这丫头一看就不会干活 连干净的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所以才狡辩 不如 张嬷嬷示范一下 看好了啊 好 还是张嬷嬷刷的 这回交给别人不放心啊 以后 就有劳张嬷嬷了 好嘞 奇怪了 楚玉芝和这个丫鬟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对啊 李青木你给我出来 人呢 你 娘子是在找我吗 谁是你娘子啊 我看齐家大小姐才是你娘子吧 那 我去找她了 你敢 我的娘子生气了 不知道 那怎样才能消气呢 我才没生气 终于承认你是我娘子了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现在事情发生成这样 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了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慢慢计划了 不过 娘子以后可千万别再推开我了 不然 可能会出大事 什么大事啊 如果情热的少了 我怕我会忘了谁才是我娘子 那好啊你 你再说一遍 我捏你心一切啊 错了错了错了 错了错了 公子 我刚刚都跟你说了 你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其他公子来了 那你们俩 我走了 你们俩跟 都怪那个齐景云 要不是她找事 相公就不会冒充处一只 我才不用留在这个鬼地方 张默默 你这身新衣服真好看 这料子一看就是上好的财景 那可不 这是齐小姐伤给我的 我呀做了一件最新的款式 这干活也得体体面面的 不像有些人 穿的是烂布 我还以为街上求要饭的来了 我这个啊 可是西域俊贡的赏赐 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欣赏的 罢了吧 老月 楚沙也找你 你别说 那件衣服好像还真挺独特的 独特什么独特 干活去 是是是 怎么啊 半日不见就想我啦 你听我解释 我就说你们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相公你可算来了 快快 原来你把我支走 是为了试探我们的关系 居然背着我妹妹偷人 让开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 你去吧 我原本想在今年科举的时候帮你一把 看来齐少也是不需要 你能帮我 我可不信 你大可不信 那你就像往年一样 等着爱丞相大人的鞭子 屁股开花吧 你去年在房内休养了多久来这儿 五个月 你 你能怎么帮我 那你就别管了 你可别忘了 我楚玉枝 可是全国文明的才子 我说能帮你拿状元 就一定能拿到 这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和龙月的关系 成交 少爷 要这么狠吗 爹给他点颜色瞧瞧 这明明都是你该干的活儿 凭什么让我刷这些辩胡啊 让你刷你就刷 哪儿这么多废话 怎么会刷 这是公子的意思 怎么还不刷 公子是 公子 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裴公子 这丫头忤逆公子的意思 不肯刷辩胡 还拿楚公子出来押公子 你大胆 张嬷嬷你误会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刷了 对不对 齐公子 我这喜欢公子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不听你的 量你也没那个胆子 正是 你干嘛 离我远点啊 你嫌弃我 你别过来啊 离我远点 抽死了 你 你 这个死丫头 幸好我把她拐 吓死我了 什么东西 好热 好难受啊 你别过来 你干什么 你出了这么多虚汗 你这是体热啊 来 我专门给你熬的凉茶 喝了就好了啊 我不喝 你该不该在里面 放了什么东西吧 哎呀 齐公子 这是我专门辛辛苦苦 为了你熬的 喝了吧 我就不喝 你喝不喝 喝不喝 我喝我喝 乖 来 自己喝 喝了 怎么样 居然 这么好喝 以后啊 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 我该不会 喜欢上她了吧 你 你 你 都已经这么晚了 好困啊 我就先回去了 娘子 静言 别走了 春雨细细 阳流翼翼 城外桃花落满地 你 你这是大嫂子在这儿干吗 吓死我了 我 我 我想你 什么 我想你煮的凉茶了 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 有大屁 对了 这是送你的 这是哪儿来的 这 这是巧言不要的 我看着还行 就捡回来给你了 齐静玉你怎么这么没有 就不能大大方方告诉她 是你特地买的吗 我谢谢你啊 把她不要的拿来给我 不用谢 这凉茶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没你甜 什么有点甜 在干嘛呢 你来了 这个是我专门给你留的 这是我做的 波波凉茶 不喝了 难喝 有大病 刚刚还在说甜 这是谁的床 张嬷嬷 不是我 是龙月那个丫鬟的 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丞相大人要献给皇上的珍宝 昨日失窃 今日却在你的床上找到 你是个丫鬟好大的胆子 连丞相大人的东西你都敢偷 有嘴就能乱说啊 那我还说是你偷的呢 你还敢否认 你说是怎么回事 昨夜龙月姑娘一夜未归 天亮了才偷偷回来 昨夜你一定是去偷东西了 轻者自轻 我没有偷东西 谁能证明 我能证明 我能证明 他昨夜 与我在一起 我 昨夜整晚 我和齐少爷一同读书 龙月替我们言没 从未离开 对对对 没错 就是这样 这玉卓 想必是别有居心之人 想冤枉龙月 在场的 只有二位了 好啊 是你这个丫鬟 两位少爷 我这就把他赶出去 不是我 张牧 不是我呀 好了 既然东西都没有丢 那这事就算了吧 你也别为难他了 就按龙月姑娘说的做 若再有下一次 我饶不了你们 是 这死丫鬟 给两位少爷吃什么迷惑鸟 的 连齐少爷也想着他 嗯 自大来了这相府 日子就没一天消停过 嗯 生活不易啊 哎 你 你愿意收下吗 啊 龙月 楚玉枝 不是吧 齐景玉 我 我警告你啊 你们俩是不可能的 你千万不要 我没有我没有 这个花我想送给你的龙月 我喜欢你 我 哎 那我们就更不可能了 嗯 送你的 送我铜镜干嘛 我让你好好照照 你长得挺丑 想的还挺美的 你敢骂我 龙月你要想清楚 我娶你 可以当正齐 她却只能拿你做妾啊 那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那你跟她就有可能吗 你宁愿当妾啊 废话 废话 我是她明眉正起的娘子 好 我走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她宁愿做妾 也不愿意跟我 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巧妍 你来得正好 我有一个大事要告诉你 你说 那个姓楚的 跟她丫鬟有一腿 有一腿 你说什么 言见为实 真的吗 我正就带你去捉剑 这齐锦玉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前两天还那么讨厌我 现在又变成这样 还不是因为娘子你太有魅力了 听到了吗 都开始成姑娘子了 难道这还是我的错了 这怎么可能怪娘子呢 我的意思是 错多在我 是我不该让你以丫鬟的身份 委屈在我身边 听见了吗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可是这也没有办法 姑娘 你听我解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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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啊 好解决 只要我离开就好了 我真是太开心了 我也不瞒你们了 其实我早就有心上人了 而且我早就做好了私奔的大事 只是一直害怕伤害到楚公子 如今这样真是太好了 那我走了 我走了 祝你们幸福 也祝你们幸福 妹妹 不开心就回来 记得跟我报平安 哥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好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 我该怎么跟我爹交代呢 这个不孝女 爹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居然现在才来告诉我 连一个女人都拦不住 不行 我得派人去把巧妍抓回来 不能任由她这么瞎胡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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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楚公子和她那个丫鬟龙月 好像有奸情 爹 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此事我自会处理 你先下去吧 爹 这还有儿子呢 对不对 交给我 放心吧 好 太好了 告诉龙月 让她拖住楚玉智 好我派人把巧妍抓回来 爹 我不是这个意思 真没想到是这样的 我也没想到 相公 我觉得巧妍私奔还挺潇洒的 要不然 要不然咱们也私奔吧 不行 我家相公那可是副相名 还是科考就来 好 好啊 总算让我抓到证据了 来人啊 快来人啊 这对狗男女要私奔了 老爷 大虎小叫的干什么 老爷 这对狗男女太不要脸了 我刚刚听他们说 要私奔哪 你 别瞎说 什么都没有听到 你在丞相府待了这么久 还没学会不该插手的事 别插手吗 从今日开始 给我滚出丞相府 不要再踏入相府半步 老爷 我错了 老爷相信 楚少爷 帮我牵牵老爷吧 张嬷嬷 您年纪都这么大了 该告了还乡了吧 听到笼月姑娘说话了吗 还不快滚 是 你 相公 你不是说要帮我吗 你不是没遵守约定 把我们的关系 告诉小莲了吗 不过幸亏这样 我们才能这么迷目张大 对吧 我招谁惹谁了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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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你什么事 没看到本公子我考杂了吗 什么 楚公子刚入我丞相府 那你是谁啊 丞相大人 其实我早就想坦白了 我不叫楚御之 我叫李清母 龙月也不是我的丫鬟 而是我明媒证据的娘子 你 你好大的胆子 得罪楚家 就等于得罪灵国 很可能会掀起两宫纷争的 好 你既然承认犯下过错 就休怪我无情 杀了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 小姐逃婚的事情就 你在威胁我 我只是在替丞相着想 龙月已经以小姐的身份 去见楚御之了 只要丞相不揭穿她的身份 我们就可以帮您 度过难关 我 我这么相信你们 想不到 你们联合起来骗我 你们 你 老爷 老爷 承乡大人 大夫 我爹怎么样 齐公子 楚御之的事情 龙月已经解决了 现在谁管什么楚御之啊 我爹就是被你们欺禀的 要是皇上知道此事 你们也逃不掉干系 公子 你莫生气 要不然这样吧 我帮你算一挂吧 算一挂 有了 不出三日呢 会有一名神医 带着百灵散来到相府 到时候你爹的病呢 很快就好了 龙月 我爹都这样了 你还要骗我 你不信是吧 那我再给你算一挂吧 八月初五五十 京城必定暴雨三日 五十不就是现在 来 神了 庞龙月你神了 神了龙月 神医真的来了 你就听神医了就行 百灵散一定可以治好你爹 对啊 这下我爹可算有救了 神医神医 神医 神医 你让我进去 他在里边救我爹 我就告诉你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医 他就是我妹妹庞双月 神医 丞相已经服药 三日之后便可痊愈 庞龙月 当年我救你于病榻 有恩于你 没想到就因为戳穿了你卖假草药一事 你竟然记恨我至今 胡说八道怪我茗玉 我胡说八道 好啊庞双月 你敢不敢发誓你不是庞双月呢 如果我不是神医 那就让我全家死光光 你怎么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好 你哪来的名牌 你把神医怎么了 齐瑾玉 他真的不是什么神医啊 你相信我 可是他有名牌啊 可是我还是神蒜子呢 你忘了 神蒜子 我也会算 真的假的 那神医给我算算 你每天都要吃饭 冬天怕冷 夏天怕热 冬天怕冷 夏天怕热 神医你也太准了吧 陆玉 他真的好准啊 不是吧齐瑾玉 你怕是个傻子吧你 庞双月 我就告诉你 住口 不许对神医无理 我告诉你 我有百里散的秘方 你若是不听我的 你就等着你爹上新天了 你放不下来 杰瑾玉 杰瑾玉 你给我一口吃 你的百里散真的能治好丞相 一定能 那好 那你先去把药配好 我们找机会 给丞相扶下 李公子 送你的 太阳岛西边出来了 你眼里不是只有庞龙月吗 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信不信有你 反正 花儿就在这儿 还是算了吧 我后悔了 你 大人 你想干吗呀 庞双月 这会儿应该为你自己 丞相大人都出了这么多冷汗 你怎么解释啊 这是散热 你懂什么呀 那现在呢 你要醒了 醒 我看是要去见阎王了吧 庞双月 你是为了害我们都不顾自己死活了是吗 姐姐 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吗 我 我不仅没了铺子 裴景恒也不要我了 爹爹也不让我回去 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我也要夺走你的一切 你 口渴 去倒杯水来 没空 丞相大人 您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 从来没这么精神过 多亏了神医的神药啊 不可能啊 他根本就不懂医药 我去叫齐公子来 丞相大人 这是把灵散你赶紧服下 快 丞相大人 爹 爹 你给大人吃了什么 我爹不是好龙吗 你药零有毒 好龙月 你竟敢毒害丞相大人 不再这么坑人了吧 丞相刚才根本就没喝龙月的药 你乱用草药 大人刚才只是气脉混乱 回馆返赵而已 你想清楚 如果你要再袒护他 你要跟他一起掉脑袋的 你 先把他关进杂货房 等我调查清楚再说 龙月 如果你真的错了 我也保不了你 什么人 大哥 你印堂发黑 今日必有邪事 很不适合守夜啊 你闭嘴 牛鬼啊 不会这么什么吧 鬼啊 鬼啊 啊 原来是个色鬼 爹你醒醒啊爹 神医 神医 我爹还有救吗 庞龙月用药歹毒 丞相 恐怕凶多吉少 我有办法 我有一剂神药 可以救丞相大人的性命 又是龙月的毒药伞是吧 齐公子 我不能再冒险了 我明白 别动 起来 李青木 你真的要为他去死啊 龙月 进来吧 你 把丞相扶起来 李嬷嬷 他们想害死丞相 去啊 齐公子 他的药有毒啊 有效果了 爹 相公 爹 爹 爹 来人啊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抓起来 齐公子 他们要谋害丞相 意图造反 我要杀了你们 爹 神医啊 吃了你的药 我现在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 昨日吃的是毒药 这第二副药啊 才是药道病除的神药啊 神医看似年纪不大 却有如此本事 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你若不嫌弃啊 我想收神医为一女 你 意想如何呀 姐 大师姐 大师姐 你们变连也太快了吧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把这个庸医 给我抓起来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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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要谢 就谢隆岳小姐吧 是她为你求情 丞相才饶你一命 谢谢姐姐 不过 她让我转告你 以后 不要出现在她的面前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的义女 齐家 就是你的娘家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谢谢义父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和我娘子 再争一次亲 再伴一次喜事 上一次草草两世 你能娘家人都没当 这次有了娘家人 我想给你一个隆重的仪式 我要告诉所有人 你是我李青木的娘子 娘子 来 相公 你回来了 大婚真是太累了 我都累得睡着了 今天可是大婚之一 我们得做点什么 不一样的事情吧 刚好 我也有一个小想法 不知道 你能不能配合 什么 不错呀 不错呀 你穿上这人喜服 比我自己穿上好看多了 是新 圣上有旨 星河状元李青木皆执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大梁二十三年 清水县才子李清木 高仲榜首 状元吉地 赐黄金五百两 白银三百两 封为富相 即日上任 臣 临旨 陆月 陆月 布哈罗陆月 李清木的 秦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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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出事了呢 没事 她向皇上辞官了 说要和你回乡种田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是时候回去了 我们 三个人一起回去 三个人 三个人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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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